HELLO 各位好 歡迎大家回來我的Channel 今天這條影片的Opening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又去了旅行 今次的目的地就去了一個我都很久沒去過的地方 就是Bangkog 我現在身處在Bangkog的舊機場 現在我就決定叫車去酒店 看看可不可以Check-in Bangkog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制度 因為我在官網上有這些Token 這些Token可以換到 例如可以在泳池換飲品 或者我最喜歡可以在Lex Relax換骨 因為這間酒店是Lex Relax的 我剛剛Check-in了酒店 現在馬上和大家來個Room Tour 我們馬上看看房間是怎樣 進來的左邊會有一個衣帽間 這裏都已經很大了 而衣帽間旁邊會有隔板 還有一些櫃桶放拖鞋 之後在衣帽間旁邊會有一個很大的雪櫃 裡面是會有幾罐飲品的 而這幾罐是免費的 之後在雪櫃的旁邊會有個mini bar 有些咖啡啊 snacks在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免費的呢 而在衣帽間對面就會有一個廁所 門後面也有個免治碼 在Bangkog很少見 之後這裡會有一個洗手盆 不過這裡就不是雙洗手盆的 另外就有一個軟浴和有浴缸 很喜歡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外面的 但是應該可以落點的 之後在廁所出來就是房間的部分 交貨我覺得都挺大 而且這家酒店其實都很濕 2023年代才開的 我們來看看床旁邊的電鍵 是什麼電鍵都有的 連USB Type-C各樣東西都有 之後拍過來就是這樣 一眼看了 但也挺大 很舒服 而且我很喜歡這裡用木地板 最棒的是原來這裡的電視是 一個Smart TV 有得看YouTube的 非常好 立即補一下自己的影片 讓大家看看景色 景色是這樣的 正常 城市景色就沒有太特別 而且這家酒店很好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是經它官網訂的關係 它本身已經送了一個早餐給我 而且本身的早餐是可以12點鐘 其實我剛才來到酒店 不過10點半都立即給我房間 所以這一點很讚 否則一個多小時 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哪裡 剛剛就帶了到酒店樓下的 Less Relax 問 原來1點鐘可以打骨 所以現在就決定去酒店附近 吃一點點東西 然後回來馬上打骨 你給我怎麼可以不打骨 剛剛坐在第一間餐廳 第一餐當然是吃泰國的食物 這間都是在酒店附近的 隨便找的 它的食物都挺吸引的 先試一下冬甘蔥 很辱名 但很辣 但很香 不知為何在香港喝不到這些味道 也不錯 泰國鷹牛的味道 好吃 所以蛋應該要很多油 但它很濕 蟹肉味不太出 但也挺好吃 很香 這個正常 沒什麼太特別 吃完飯在酒店房間休息了一會兒 現在馬上去打骨 這間酒店其中一個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裡面已經有Less Relax 我現在是酒店的大門 我轉著臉這裡已經是Less Relax 真的很近 十步路之內 我這次來 Bangkok打的第一次骨 就選擇打這個傳統的泰式按摩 因為一來我待會很出去吃飯 我不想想吃油膩 其次的是 覺得打泰式按摩 是真的有幫你拉筋 放鬆到肌肉的感覺 因為這間Less Relax 我來之前已經上網預訂了 不過就要先付一千 剛剛打完骨 這次我打了兩個小時的泰式按摩 再加了一個操球 老實說你問我打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但我跟那個氣線搭配 手腳我覺得它打得OK 但一到背部的位置 它每一下的位置 我都覺得它打得不適合 它不適合得來是很痛的 它一直都是按著我條 尾龍骨一邊拉一邊拉一邊拉 每一下都是痛入心 現在打完之後 我整個背部比未打更痛 但其他部份我覺得OK的都舒服 而且我覺得它不是很細心 因為我有加草球 那奧Expert 你放一個草球在限度 應該都會慢慢熱熱 我OK 它放了一個很熱的草球 我都沒有問 總之就是超熱 差點燙死我那些 但是你說這個價錢 這個質素 這個性價比 再加上方便程度 其實我覺得OK的 還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個人例子 有沒有觀眾朋友來過Less Relax 是覺得很舒服 或者真的有些不好的經歷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說我自己的 那現在打完之後 就應該下一步上去酒店的泳池 游鎮水參觀一下 因為聽聞這間酒店的泳池 也挺漂亮的 待會帶大家一起上去看看 我check in的時候提到一些Token 可以來這個泳池的Poolside Bar 換飲品 這兩杯飲品 每一杯一個Token 這個魷魚圈 就好像是兩個Token 所以其實都挺划算的 你看看今晚超級棒 剛剛喝完水 現在收拾一收拾了樣子 窄起來頭髮會很綠 現在打算去Banker 新開一個商場 叫Amsphere 但是那裡看看有什麼吃 還有什麼放 Banker 買完Jantlewoman 已經定潤了 你有什麼想要走 因為我一來很累 然後很累 所以剛剛是一間吃 海蛋粉的店 食物到了 今次隨便點了一碗魚蛋糞 因為太餓了 而且不想走 先試一顆魚蛋 我的眼睛很大 正常味道 都是蛋牙的 有成本 這個位置完全沒有位置 專心吃完東西 我吃完剛才的魚蛋糞都不夠飽 但老實說真的沒什麼特別 就頭飽了那隻 因為剛才那個位置真的拍不到 Anyway 現在我就找了第二樣東西 就是這個 F구 Bic 豬手飯 試試看豬手 好香 多吃 甜點 很黏 這個很好吃 這個好便宜 這個70匹一碗 剛才魚蛋肉差不多 好像二百多匹 我覺得那個很貴 總之吃兩碗這個 很好吃 HELLO 各位 鏡頭一轉了 已經回到酒店了 剛才我去商場吃完飯 真的太累 而且那裡太多人了 所以我真的完全拍不到影片 不過剛才是ASMIA 這個商場乘的士回酒店這裡 大概用了4-5個字左右 那的士是跳標的 大概240匹左右 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間酒店如果出市中心的話 大概多少錢 老實說這間酒店其實不接近BTS站 但我覺得它有Shuttle Bus可以出去 但在Banggok其實你Call Grab 或者叫的士都很方便 所以我自己覺得 Location來說我就不是很興奮 好 回到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買了什麼 因為我這次來Banggok只有2個目標 而有2個都是在今天買到的 全部都在這個袋子裡面 第一樣就是這個 Jefi Crossover 新辣麵的拌麵 它這個Crossover 其實有出兩款 一款是拌麵 一款是湯麵 我兩款都試過 我覺得這個拌麵真的很好吃 它很香 很辣 麵很彈牙 其實是一個很好吃的拌麵 反而我的湯麵那款就沒什麼特別 但拌麵這個我吃完之後 就覺得一定要回購 而我這次Superman看到 300匹買了送一 所以就買了兩袋 這個是有點重的 但我覺得重點也值得拿回來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還有在Banggok 你的牌子都試試試看 其實真的沒什麼可能 太多人了 而下一樣就是 我相信大家去到Banggok都會買的 Gentlewoman 這次我也很忍受 只是買了兩樣東西 就是ASMIA的商場裡面買的 其實它裡面都很齊齊 基本上基本的款式都有 首先第一個袋子就有這個Toe Bag 這個Toe Bag是一個正正方方的Toe Bag 而它這個袋裡面就沒有間隔 但它有一塊東西給你墊著袋子的底 所以你的袋子就會挺身很多 它是低調地有Gentlewoman這個Signature的Logo 再加上不會說很壯 這個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新出的 但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的 所以就買了這個 而這個袋子的價錢是7、8、90匹 它背上身就是這樣 下一個袋子就不是我自己買的 我是幫我妹妹買的 就是這個Gentlewoman的Signature的Toe Bag 我不知道它這款袋子有沒有分尺寸 但我印象中好像看到它有不同的大小 那我就買了這個 我不知道算是大還是中 它背上身就是這樣 而前面就有這個Gentlewoman的紙 後面就是有個小小的Logo 而這個袋子就是590匹 好了 我今天買的日子就只有這兩樣了 今天這個Bangg Day 1的Vlog就到這裡 我已經很累了 現在是差不多晚上9點了 就是4點多起床坐飛機 所以我就很累很累了 那我洗完澡就會去睡覺了 所以我們明天再見了 明天我會再帶大家去吃很多不同的好東西 以及再帶大家去打很多不同的靈骨 我們下條片再見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Like這條片 留個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Bangg Day 1有什麼好玩、好吃、好玩的呢 等我下次去都可以偷一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愚ной參告 放到 Haiti 幾下條片 碰撞